今天是一节的感动时刻 我们带您到嘉宜西口乡 这里有一条富有同趣的客家老街 虽然才短短的300公尺 但是走近里头 好像走进了爱丽丝梦游仙境 因为商工所跟学校合作 彩绘了墙面 以玩偶为主角 非常的可爱 走进西口乡中正路的这条巷子 就像走进爱丽丝的梦游仙境 不过主角不是爱丽丝 而是国小五年级的小朋友爱西口 这个叫爱西口 为什么叫爱西口呢 因为这是我们 要用一种西口乡小朋友 它带着你 逛我们西口乡的一三四巷这样子 弯弯曲曲的老街 也被称为是迷路巷 是西口人的共同回忆 而为了让代代相传的秘密通道 能有新面貌 商工所以同趣跟同万为主题 为老街增添色彩 过去我们西口国小 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替剑词跟打托鲁 甚至还代表台湾出去比赛 所以我们把这边墙 让我们西口国小的小朋友 才会出他心目中的头腕 西口国小的学生发挥创意 让三百公尺的小巷 也很有在地特色 比如说他现在就画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文化 这里也像居民的后花园 以正面抽屉墙来说 不但有五颜六色的抽屉 居民还自动自发捐出盆栽装点 然后让小朋友感受一下自然的感受 整条巷子由居民共同维护 更有人端出自家花盆玩创意 大家活化闲置空间 也让西口的客家相亲大团结 想要打造幸福氛围 街上还能看到家家户户 都有一个专属的特质信箱 如果是卖布的就用客家花布装点 买花的有童话意象 每个信箱都有故事 然后为了把我们街面上的民众 心情表达出来 他们家里面故事表达出来 然后又融入我们辅导课的那种感受 所以我们在家家户户 我们都推展说 他们自己家里面专属的信箱是什么 西口客家文化馆也别错过 这里飘着浓浓的客家味 而且里头还有老照片 诉说西口的故事 记忆间的戏院跟电影院 以前是非常非常热闹的 西口有五成客家人 只是服劳化严重 所以客家文化馆常常办活动 让西口的客家人也能够寻根 五彩缤纷的墙面 独一无二的信箱 还有客家文化馆的点滴 都等着游客一起感受西口魅力 迷路巷的转角 铜花纷飞的图腾 燕红花布的象征 缤纷了西口的成婚 孩子天马行空捕捉感动时刻 但你们許会do 咱们俩八 tall一的原型 带你们估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